老年痴呆是一种智力和记忆功能逐渐丧失的疾病 通常发生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身上 它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的疾病 会导致认知能力的下降 影响日常生活和社交能力 二、老年痴呆的症状有哪些? 老年痴呆的主要症状包括记忆力减退 思维能力下降、判断力减弱、语言障碍、情绪波动等 患者可能会遗忘重要的信息 无法完成日常任务 甚至无法自理生活 三、老年痴呆的发病原因是什么? 老年痴呆的具体病因尚不清楚 但研究表明多种因素可能与其发病有关 包括遗传因素、脑损伤、神经地质异常等 年龄是最大的危险因素 其他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等 也可能增加患病风险 四、老年痴呆如何分类? 老年痴呆可以分为阿尔茨海默病 Alzheimer's disease和血管性痴呆 Vascular dementia两种主要类型 阿尔茨海默病是最常见的一种 约占所有老年痴呆病例的60至80% 血管性痴呆则是由脑血管疾病引起的 五、老年痴呆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目前尚无特效药物可以治愈老年痴呆 但可以通过药物和非药物治疗 来缓解症状和延缓病情进展 药物治疗主要包括胆碱脂霉抑制剂 和NMDA受体结抗剂等 可以帮助改善认知功能 非药物治疗包括认知训练、物理活动、社交互动等 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延缓病情恶化 此外,家庭支持和照护也是重要的治疗手段 可以帮助患者维持独立性和尊严 预防老年痴呆的措施包括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如合理饮食、适量运动、保持社交活动等 对于已经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 应注意饮食平衡 避免过度摄入脂肪和糖分 进行适当的锻炼 如散步、太极拳等 保持社交活动 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良好的沟通 虽然目前还没有治愈老年痴呆的方法 但通过科学的管理和治疗 可以延缓病情的发展 提高生活质量 对于老年痴呆患者来说 学习新知识需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方法和策略 如使用记忆辅助工具、重复练习等 控制慢性疾病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和生活方式改变来实现 如合理饮食、适量运动等 应对压力和焦虑可以采用放松技巧、心理疏导等方法 药物治疗方面应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用药 并注意药物的副作用和相互作用 非药物治疗包括认知训练、物理治疗等 可以帮助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延缓病情进展 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可能因个人而异 但通常包括以下一些表现 1.记忆问题 忘记重要的日期、事件或常见的事物 经常需要依赖记事本或家人提醒 2.注意力不集中 难以集中精力完成日常任务 容易分散注意力或忽略细节 3.言语障碍 在交流时出现词汇选择困难 语言表达不流畅或重复使用相同的词语 4.时间和空间感知问题 对时间和地点的认知出现混淆或错误 容易迷路或迷失方向 5.日常任务能力下降 难以完成简单的日常任务 如烹饪、清洁或支付账单 6.人际关系变化 对家人、朋友或熟悉的人产生认知上的变化 可能表现为情绪波动、冷漠或疏远 7.失误或放错位置 经常找不到常用物品 或者将物品放错位置 无法回忆 8.判断能力减退 难以做出合理的决策或判断 容易受到骗局或欺诈的影响 如果有这些症状出现 尤其是多个症状同时存在 建议及早就医 进行评估和诊断 及早发现和治疗老年痴呆症 可以更好地管理症状 并提高生活质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